这绝对是葛优老师尺度最大的镜头 天下第一的秦氏爱上了秦国公主 却发现公主已经许佩他人 最后 两人只能偷偷将自己交给对方 可还是被人发现 靠上枷锁的他 被带到了秦王嬴政的面前 自知犯了大罪的高剑离只求痛快一死 愤怒的嬴政却只想救他碎尸万段 一刀刀劈下去差点把高剑离吓死 让人将所有残酷的刑罚都用在高剑离身上 要让他生不如死 第一种便是用马尿浇在烧红的碳上 然后用制烟熏眼睛直到双目失明为止 据说毫无痛苦 可当嬴政亲自尝试了下 却感觉一阵剧痛 还是忍不住心软了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吃一个娘的奶 嬴政实在不愿高剑离受苦 他知道高剑离与岳阳互相爱慕 早就替二人算好 如今秦国征伐平平 王奔又在最前线 大概率会死在战场上 到时岳阳只需要守一年的寡 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嫁给高剑离 到时高剑离便还可以像小时候一样 叫嬴政一声大哥 或许是想到以后还能见到岳阳 高剑离再一次有了活下去的意志 直到听说 嬴政因为发现嬴政死而地奋的石碑 居然一气之下杀了两万五千名燕国俘虏 瞬间让他的希望化为炮影 他终于明白 嬴政早已经不是小时候的嬴政 而是即将统一天下的始皇帝 那个他心心念念的岳阳也在新婚当晚养蛇自己 失手被圣怒的王奔大谢八块 还特意给他送来一只手作为纪念 这是岳阳的手 你就留着吧 一瞬间 高剑离心如刀绞 一心想要报复那个适血的皇帝 就当嬴政如期举行登基大典 站在所有的情人面前宣布天下归义时 一旁的高剑离突然举情砸了过来 他知道自己刺杀不了嬴政 只是要用这种行为告诉天下人还有人在反抗 嬴政还想如当初一般让人活下去 可没想到高剑离已经提前吃了毒药 四个时辰内必死 嬴政只能拔剑送弟弟一程 临死前 高剑离终于叫了声哥哥 或许在他心里 嬴政一直是小时候的样子 从来没变过